没有习近平中国就没事了 错 澳洲变天 澳中关系未来走向 备受关注 川普无人能敌 创下85比3初选胜出记录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不少分析家错误地认为 习近平与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领袖相比 是初期的专制独裁和走火入魔 因此没有了习近平 中国就没事了 世界也就太平了 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 因为习近平固然治国无方 但他不是问题的政洁 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因为制造毛泽东 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 美国智库哈德旭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问题专家于茂春撰文分析 中共历届领袖毫无例外地坚信两个东西 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这两个论题有巨大的逻辑矛盾和缺乏实证 中共几十年来热衷于发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运动 把原本是经济的问题 病毒疫情问题等等 一律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其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 眼下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 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这位领导人 刚愎自用 志大才输 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瞎指挥 因此没有了习近平的中国就没事了 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 因为习近平固然治国无方 但他不是问题的政洁 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因为 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 在这种独裁专制下 所有的中共领袖都具有政治理念 和政策方针的高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习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聪明 不怎么食食物 误以为韬光养晦和闷声干坏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东升西降了 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 中共式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要领导全世界了 所以当政近十年的倒行逆施 基本上没有了遮羞布 也振兴了长期以来被中共灌输了迷魂汤 和蒙汉药的美国政治精英 是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 文章分析指出 那么在习近平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 中共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是什么呢 当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共产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 这种权力的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 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也就是权力的傲慢 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 在这种制度下 最高领袖往往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是天才 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 稍有意义一定是重醒或人间蒸发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中共这种制度性的制造和延续愚昧和无知的机制 毫无改变 最近几年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文章进一步指出 中共宣传机器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事 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虚假的盛事 是一个精心编制的神话 根本经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战 是弱不禁风的 时刻处于一种 随时被自己人民颠覆的惊恐状态之下 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共政权 最恐惧的是中国的人民 在国际事务上 中共最害怕被告知 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以及中共和中国是两个不同概念 这两个最明显的事实 文章最后写道 这个盛事的制度的虚弱 还反映在其对国际舆论的极度敏感 一直处于被国际民主势力 和凭演变的绝对恐惧之中 只能不断地给自己打 勿忘初心 四个自信和战狼外交之类的强心技 一个远在重阳的美国人 在推特上发帖声援香港示威 就会造成盛事大国的政治惊弱 一个漫画动物会造成盛事大国 动用全国的资讯力量 全面绞杀审查 有人说中共是一个巨婴 有一个貌似强大的躯底 但还是一个没有发达的 理智和摆脱本能冲动的婴儿 其实黑格尔在200多年前也说过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专制社会 实际上还长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时期 还没有成熟 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处在文明幼稚时期的巨婴 却拥有改变甚至统治世界的雄心 这样的international一定不能让它实现 我们这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一位不平凡的华人母亲 她把13个子女全都培养成了博士 其中一位在美国如雷贯耳 她52岁首寡活到了106岁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1日报道 在当天举行的澳大利亚大选中 以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为首的反对党工党 击败已现任总理斯考特莫里森为首的 执政的保守派联盟 莫里森已经宣布败选 不过工党在国会赢得的席次 还不足以自己组成政府 而是必须联合其他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据报道 澳大利亚国会共有151个席次 这次选举工党赢得72个席次 但是任何一个政党至少需要赢得76个席次 才能单独组阁执政 一旦工党确定拿不到法定的国会76个席次 他就必须寻求小党或无党派议员的支持 使其拥有76个席次或以上的执政权 根据选举结果 工党将成为澳大利亚新的执政党 而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也接替莫里森出任澳大利亚新议任总理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 在澳大利亚大选选战中 国家安全以及中国因素也是这次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只是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并不大 莫里森及其政府高层官员选前一再警告说 中共希望投工党的票 但是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应对中国问题上 立场也相当强硬 只是阿尔巴尼斯实际执政后 具体如何处理与北京 这个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 目前还不得而知 分析指出 工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把已经执政9年的保守派联盟拉下了台 这也是工党在二次大战结束后 第四次赢得大选 现年59岁的阿尔巴尼斯在路科文两次出任总理时 分别在2007年和2013年担任过运输部长和副总理 分显示认为 阿尔巴尼斯出任总理后 在大政方针上会讲究合作协调 他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 而是会与别人分享重大政策的决策 美国前总统川普18日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账户上 欢呼他支持的候选人 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记录达到585比3 共和党人表示 毫无疑问川普依然是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 如果他想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的话 他一定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 相反5月20日的最新民调显示 现任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综合报道 5月17日宾夕法尼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 爱达河州 肯塔基州和俄勒冈州 进行了第三波共和党党内初选 5月3日第一波初选是在俄亥俄州 印第安纳州和德州进行的 第二波是5月10日 在西弗基尼亚州和内部拉斯加州举行的初选 在这三波初选中 川普支持的总共88名候选人中 有85名胜出 获得共和党提名资格 这些人将在11月中期选举中 与民主党提名人对决 据美媒国会山的消息 川普选出的候选人 不仅在各种关键的州长 参议院和众议院初选中获胜 得到共和党提名人资格 而且在几个备受瞩目的情况下 川普的支持甚至让他的候选人 从落后位置翻身胜出 这在宾夕法尼亚州 北卡罗兰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初选中 表现最为明显 川普的参与似乎改变了选举结果 曾经成为2012年大选 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联邦参议员 米特·罗姆尼认为 谁都想获得川普的支持 得到川普的支持 就会有更大的胜算可能 罗姆尼说 毫无疑问 如果川普决定在2024总统大选中 竞选共和党提名 他将在2024年成为提名人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凯文·克莱默表示 即归功于唐纳德·川普 毫无疑问 他依然对广泛的共和党初选选民 和活动家们产生有广泛的影响 克莱默同意罗姆尼的看法 他还认为 如果川普决定参加2024总统大选 他还将能够把2022年中期选举的胜利 带入到他的2024年总统大选中 正在考虑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联邦参议员 特德·克鲁兹也承认 川普对共和党选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克鲁兹说 川普总统继续受到 许多美国人的深深尊重和钦佩 当他做出这种支持时 这就有分量了 于此同时 在面对疫情 通货膨胀 俄乌冲突等国内外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度 创下就职以来的新低 只有39%的民众认同他的表现 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合作研究机构指出 整体而言 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不赞同拜登对经济的处理方式 只有18%的受访者认为 拜登政策对经济的帮助 大于对经济的影响 此外 虽然有45%的美国人 赞同拜登处理美俄关系的策略 但不赞同的高达54% 而且只有21%的美国人 对拜登处理乌克兰局势的能力 非常有信心 比较麻烦的是 拜登在民主党内的支持度为73% 这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点 而且只有33%的民主党人 相信拜登带领美国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比4月的49%少了16% 再显示出民主党内的悲观情绪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